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感谢神 上个礼拜呢 我们在开会当中讲了一个很重的事情 光复教的增长 增长里面五样东西 意思是说 敬拜 敬拜是崇拜 第二就是什么呢 不要放弃了 第二就是我们需要我们的团契 意思是说团契 第三是门训 施工 然后宣教 这是我们常常强调的五个 教会的功能 教会存在的一个重要的活动 就是这五样东西 每个教会都要强调的五件事 那是第一 敬拜 敬拜就是我们要多祷告 多了更多的灵修 更多的东西 集体的带祷 祷祷还有灵敏的生活 要向神的 所以敬拜是向神的 接下来不当向神 我们要不太爱神也爱人 所以我们还有看中团契 意思是说团契 一个是worship to God 一个是futorship with people 我们跟人有团契 所以不但爱神 要爱人跟人团契 这很重要 当时我们还有怎样去呢 去有敬拜神 爱人呢 就有很多培训 门训 很多的training discipleship 一个是worship futorship and discipleship 做门徒训练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预备弟兄弟们呢 不当信的主 要做门徒 要去侍奉神 参与不同的服侍 在我们台上 台上服侍 有台下服侍 还有教育外的服侍 我们要很多的服侍 参与司空 最后呢 我们有宣教 这是传福音 把人大神面前来 那今天这五样东西呢 我们要重新调整一下 我们都以为五个东西 就是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五月一份 五个分之一 就是敬拜 五分之一 就是门训 五分之一 就是团聚 五分之四个五分之一 就是宣教 我告诉你 最后呢 上帝看法不是这样子 我们整个教育的活动当中 有一个核心 我们看那个图 这个核心 整个崇拜 敬拜 团聚 施工 最终目的是要宣教 所以我们开始改变观念 他不是五分之一的部分 但是四样东西里面呢 都朝着一个方向 所以从2018年开始 我们教会开始 要被教导 要被培训 要被装备呢 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传福不是一些人专利 一些人做而已 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 每一个人都要做宣教 阿们吧 跟朋友们说 你就是那个人 传福音的宣教士 阿们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今天台上 我们敬拜 我们祷告 我们提神的灵性 目的就是要我们记得 我们就敬拜神 当然以赛亚 以赛亚说第六章告诉我们 以赛亚在敬拜神的时候 我看到神龙光彰显 神的荣耀彰显 神的同在神那么真实 然后呢 他发现他自己是一个口 说话误会的人 他嘴唇不解禁的人 又活在嘴唇不解禁当中 看到自己的暖落 最后呢 他求上帝使命他 天使用他探我 来探他的口 解禁他的口 之后呢 神对他说 你愿意为我弃吗 弟兄姐妹 上帝我们要弃 就是宣教 就像那些耳朵发尘的人 心中刚愿的人传福音 所以你愿意不愿意跟 做神的旨意去成这个工作 所以原来是敬拜当中 他遇见神 他就传福音 所以原来今天我们在台上敬拜 最后目的是出气 接触人 不是在那边享受敬拜的 这个都好听 我都好了敬拜 享受这个气氛而已 我们得到主人出气 去得到灵魂 然后呢不当团气 如果今天团气 为了团气的话呢 你想象如果团气 不是为了新教 我们会做什么 如果想象这是 我们圣诞节的 这个小组收割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 不是为了这个传福音 目的的话呢 我们就做实际的东西 吃喝玩乐 我们在小组是吃喝玩乐而已 因为不是传福音 所以记得我们 团气的目的是传福音 让人印象我们的团气 看到我们爱的见证 他们会被吸引 他们会留下来 他们会听到 耶稣的福音 他们就会把心归向神 阿们嘛 但我不是说 你不要吃不要喝 不要玩不要乐 不是要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 那个是 你的这个呢 这个附近 但最后的目的是要做传福音工作 记得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收割祷告 让我们今年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个突破 每个小组都有信任 每个小组都有收割的机会 然后第三 为什么要常常上课 常常做训练 培训的装备呢 明天早上到下午 我们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制作短片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呢 培训 为什么培训 培训为了拍电影吗 培训为了媒体的工作而已吗 媒体就是为了什么呢 寻教 我们培训为了寻教 为什么上课 为什么要知道我们的恩赐是什么 我们刚刚完成我们这个 十三个礼拜的这个 圣灵恩赐的路门 讲到九大圣灵恩赐 为什么上课 上课目的就是要我们找到 我们恩赐去侍奉神 然后把人带到神面前来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本人装备 就是为了要去宣教 最后一个 为什么要侍奉神 侍奉神不是为了填补的空缺 不够人的服饰 我们找人补它去 我们服饰之为一个目的 目的就是要我们借助我们的服饰 借助人情 什么呢 改变生命 这个我们的目的 如果今天我们的汇权 当亲妈妈 不是无论要帮助他们 但是帮助他们去接受那些 当亲妈妈 能够有积创福音给他们 还是他们最近有这个 这个的报家音 特别推动这个报家音 我们教学院没有这个 整个教育的报家音 他们这个事工里面 他们开始推动的光星 当亲妈妈 不是一些预嘱 只要把掌声给你上的 阿们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要借助人情 这对他们好见证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这些 还没有心中祷告 他们的付出 这种姐妹 这些他们爱心付出 他们就因此被吸引 他们先可以装将神 所以任何事工 都是为了 就是传福音 如果不是传福音 我告诉你 我们就常常 内部里面有很多难处 为什么呢 因为开始比较 虽然比厉害 不是我们服事 是为了接触外面的人 这个很重要 如果我们的敌人不是自己 我们的敌人是外面的人 是恶者势利 明白吗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明白你的服事 无论是参与这个会权的 无论是关怀的 无论是陪徒班的 无论是这个呢 我们这个呢 乐人事工的 无论是呢 一些扎美钞的 或是一些自厂的 自清的 阳光青年儿童教会的 这些事工目的是为什么呢 传福音 阿们吗 毕业的引经 那你想 请告诉我 崇拜的目的是为什么 宣教 请告诉我 团庆目的是为什么呢 请问 我们培训 门训 是为了什么呢 为什么 采用了事工 事工为什么呢 事工是为了什么呢 宣教 阿们吧 掌声给上帝 今天要把这个思想 真正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切都是为了宣教 为什么扩大了空间 为什么要祷告 祷告也是为了宣教 哈喽 预备我们出去传福音 更有能力帮助人 阿们吗 如果今天只为 一些人传福音 我们做做礼拜 弟兄姐妹 不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人都在某方面呢 去接触人情 可能不是一些人 会传福音 但是你接受不同的方法 做过媒体 透过这个文章 这个事工 去接触人情 今晚上呢 我要重新去了解一下 我们门徒训练 门徒这个的使命宣言 我们要去看看一些 今晚上我看这个东西 门徒使命宣言 我们在这个家训 都有写了 但是我们很少去注意它 所以我们家训里面的 第二页 就是那边写到 我们教会的使命 教会的方向 这位的目标 今天一个是 门徒使命宣言 什么叫门徒使命宣言 就是做门徒 是为了什么 原来是 无理要去接触人情 每一个人都要做门徒 一起说做门徒 不是糊涂 哈利路亚 每一个人都是神的门徒 每一个都是主的门徒 所以耶稣要我们 气死万民 做我的什么 门徒 如果我们今天 彼此相爱 人就认得 你是我的门徒 人怎样知道 你是信耶稣的人 因为你彼此相爱 彼此接纳包容 人知道 你是耶稣的门徒 如果门徒 常常吵架 不会和好 那肯定不是耶稣门徒 那是糊涂 阿们 我们看 什么叫门徒使命宣言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一起读 我们愿意被塑造 一起说 我们愿意被塑造 然后呢 常为有使命感的门徒 再来一次 常为有使命感的门徒 然后接下来 一起读 被装备 各进旗帜 中心于神所托付的事工 终于神所托付的事工 共同伟生舍己 来完成教会的使命和意向 今天至少 我们了解整个宣言的目的 宣言整个的内容 再把它背起来 OK 所以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 我们愿意被塑造 跟我讲 我们愿意被塑造 常为有使命感的门徒 被装备 各进旗帜 中心于 神所托付的事工 共同伟生舍己 来完成 来完成教会的使命和意向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我要把它背起来 以门徒使命训练 就门徒的整个观念是什么呢 第一 我们愿意被塑造 成为有使命感的门徒 被装备各进旗帜 中心于神所托付的事工 共同伟生舍己 来完成教会的使命和意向 好 我们就个别去解释 什么叫我们呢 我们就是门徒 我们是门徒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是谁的 我们是教会的分子 所以圣经教会是我们呢 我们是用耶稣用宝血 把我们从罪中救出出来 从黑暗里面把我们救出来 从那个撒旦的前世里面救出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要call out for 从黑暗里面被救出来 从这个罪恶里面被救出来 从撒旦的手中被救出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我们都要成为门徒 一起说做门徒 不是当做信徒 很多人信了主 现在好多人还是做信徒 没有门徒观念 门徒是紧紧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难怪那些 没有紧紧跟随耶稣的人 生活是一团召的 名义是基督徒 但是生活就不像基督徒 又吸烟又喝酒又打老婆 很多都不应该做个事情 做门徒不是这样子 我们是跟从耶稣的方法 跟从耶稣的模式来生活的人 叫门徒 阿们 弟兄姐妹 门徒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环节是一般上教会里面所切发去装备的事情 今天晚上我们先把这个门徒观念先搞好 我们先看一段经文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 门徒有一个中文的观念 什么观念呢 我们看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 我们看这段经文 第一章第十节 找到的话 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 好 第十节说 弟兄们 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千里面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匹子相合 弟兄姐妹 是保罗签免当时的教会 叫哥林多 哥林多教会是充满的知识 口才 还有很多这些的才干的一个教会 但很可惜 他们内部里面有很多的不合一 所以保罗签免当时教会说 哥林多教会啊 你们要什么心呢 你们要呢 都说一样的话 不可分党 要一心一意呢 然后呢 就是那匹子相合 所以门徒是同心同心的 一起做同心同心 你要认同 你要一起跟教的方向跑 一起跟小组组长一起跑 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个方法 每个人都有这个方法 这个团体有很多问题 都一起奔跑 虽然很多方法 我们需要去适应 很多人不一定认同 但是因为这个合一 我们看中 我们就一起跑 临起一张世界 记得 我们要都说一样的话 也说一样的话 所以为什么小组里面 我们都分享一样信息 我们都唱一样的歌 我们都做一样的报告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目的 我们感谢主 我们有一个观念 当你想象教会如果开始 我们任凭你们去选歌 任凭你们去分享 任凭你们去发挥 任凭你们去做报告 当然不是不好 但是我告诉你 不好了 多过一个好 为什么不好 是因为我们都用这方法去分享 那么没有准备 最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分享的方向不一样 每个感动不一样 所以 神的恩高 是从上到下的 神的旨意 是从上到下的 神的心意 是从上到下的 我们就把神信 从上到下 分享给每一个 如果每一个都做一样事情 都说一样的话 必定会成就很多大事 Amen 这个很重要 我们 所以创世纪第一十一章 第六节 告诉我们巴贝塔 他们进巴贝塔 我们 神说如果他们合一的话 不得了了 一定会通天 神就辩论他们 他们是不 不正气的合一 是要抵挡上帝的合一 但是神说 这些不合一是不对的 这些合一是不对的 因为他是抵挡神 他经历相反 我们合一是为了神 我们合一是为了神的荣耀 是更好相反的 今天都要说一样的话 第二件事情 不当我们 而且我们必须愿意 一起说愿意 门徒 你一定要愿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能勉强你做门徒的 你信而主 没有人勉强 你要跟着教育的方法跑 没有人说 要逼着你跟着这个模式跑 你要愿意跟从的 我们看个经文 个人多后书第八章 这个很重要 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你不愿意的话呢 我们就很难去做门徒的 所以愿意是最基本的条件 所以你看我们 夫妻里面 牧师主持还你的时候呢 都会问一个问题 你愿意不去 或起他 从来不说牧师说 你要不要起他 你敢不敢起他 能不能够起他 没有问 我们厌恶意起他 愿意是很重要 愿意不是他能做到 他愿意就能做到 阿们 我们看 哥人多后书第八章 第十一节 到第十二节 我们看这两处经文 讲到他 愿做的心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哥人多后书第八章 第十一节 到第十二节 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 来 十一节 如今 给他 第十一节 如今就当完成 这是 既有愿做的心 也当造你们所有的 既办成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悦纳 乃是造他所有的 并不是造他所无的 弟兄姐妹 这刚刚讲到 我们奉献的时候 要愿意行奉献 不能勉强 不要作难 只告诉我们要愿意做 所以这种讲 如果我们做的东西 不是愿意的话 你很难去做 而且你不会长久 而且不会做成 所以做任何东西 你都要有愿意的心 实义 愿做的心 做门徒 你要愿意的 教会不能勉强 做这个东西 教会不是公司 公司你不要做 我们给炒鱿鱼 但是教会不是炒鱿鱼 不能炒鱿鱿鱼 因为你要愿意的 我们是会议你来做 鼓励你来做 签名你来做 跟我们一起同心 你不能做 你不能说这种东西 这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需要 鼓励大家 愿意一起跟神的家 的人一起配搭 愿意很重要 阿们吗 愿意不说你能够做 愿意不说你能够做 是我心愿意 我靠着主 我去做 这个很重要 阿们吗 我们感谢主 我们的IV帮助我们 去设计这个地方 请问漂亮吗 在楼上漂亮吗 因为他愿意帮助我们 从一开始到完毕的时候 同样没有看到他 生气啊 埋怨啊 至少没看到了 没有 他愿意帮助我们 我们说他做更改 他也更改 他说很愿意帮助我们更改 还好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设计师 不然的话呢 我们会跟他吵架 他愿意跟我们合作 跟我们去贴协调 按照我们的需要 去做成这个设计 这个方位 这个工程 愿意很重要 弟兄姐妹 所以为了说 今天你侍奉神 你必须有愿意的心 你不愿意的话 你扬作的话 你不会讨人喜悦 你不会带来祝福给人家 反而带来拦住 圣个咒诅 要愿意 阿们吗 所以不要勉强来侍奉神 有时候勉强的爱 是 爱是不能勉强的 同样上帝不勉强你 但神说你愿意 我告诉你 你的爱是不一样的 你要完全摆上 要愿意 第二件事情 不但我们愿意 我们要被塑造 一起说被塑造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就塑造你的品格 塑造你的价值观 我们在这里一直生活 有些人为什么不要 失奉神 失奉神很麻烦 很多问题 很多难处 很多人事问题 很多困难 就是因为困难当中 我们的价值观被考验 我们的价值观 会被挑战 我们的价值观 会被挑战 以前用这种方法做 现在不是 你要跟人们配合 你要学习去跟人们合作 跟人们一起去分享 所以教育是一个团体 是一个集体生活的一个社区 这要被塑造 所以透过我们之间的不一样 透过你的性格不一样 我们一起被塑造 可能你是很强的领导 一个很弱的领导 在一起就很难了 无论如何 我们要先救你 配搭你 就不断成长 我们快乐 慢慢地 慢乐 快一点 这样子我们就能看到 我们生活就活得更加好 Amen 把掌声给上帝 因为这样会 使我们性格 品格被塑造 不但是我们的这个 价值被挑战 我们的品格 我们的态度 也被改变 Amen 每一个事工 都有很难处的 请问境外上面 它有没有问题吗 一定有 它有问题的 因为在一起生活 谈快一点 谈慢一点 谈快一点 咱们都不行了 要懂得迁就人 一起配搭 不但是这样子 我们关怀事工 我们做到事工 都会面对难处的 因为每一个人 都时间不一样 每一个都很多的 commitment 有委层的东西 我们要懂得 去协调 配合 弟兄姐妹 我刚刚说 用酱来比喻 配合很重要 为什么今天你吃沙丁 要有酱 有酱 为什么你吃这个KFC 有酱 为什么你吃这个 爬有它酱 请问你吃爬的酱 能够点沙丁吗 可以吗 吃鸡饭的酱 可以来点沙丁吗 不知道 你试过 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你不能当吃酱而已 你必须要配合 配合对的东西 沙丁有沙丁的酱 露露有露露酱 明白吗 所以每一个都要懂得 跟人配合一起收招 我们看经文 叶伯基 第23章 第10节 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 我们重新去思考 做门徒的观念 我们就知道如何 做一个真正被神使用的人 叶伯基 是中间 诗篇的前面 叶伯基 是最久跟创世纪 同时候出现的一本书 第23章 我们叶伯基 他经过 叶伯基 他经过了很多苦难 他说的 苦难对他来说 是一个人的考验 第23章第10节 我们读这一节经文 23章第10节 来我们读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什么 金金 Pure Go 再读了一次 叶伯基 第23章 第10节 然而 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金金 你看第9节 他说 他在左边形式 我却不能看见 在右边隐藏 我也不能见他 在请一节 第8节 这是我往前走 他不在那里 往后退 也不能见他 好让上帝 不在我身边 好像不是 就是神在我们身边 他在看我们 怎样回应 神允许苦难来 听后来 还要我们看 How do you respond to your suffering 你如果回应你的苦难 回应你的问题 当人攻击的时候 人诡谤你的时候 你是如果回应的 你是很计诏的 你饿报恶 还是用一些 比较粗暴方法回应 还是平静心情 什么都不讲 好像耶稣的旁边一样 被要宰的膏羊一样 等着被宰头 闭口不说 让神为我们神 这要塑造 弟兄姐妹 今天神要塑造我们 我们的价值观要被挑战 我们的态度要被更新 我们的品格要被改变 如果我们信和主 你的品格没有被改变 你的价值观没有被挑战 你还不是能做门徒 所以难怪耶稣说 要被写的是价 那是价值观改变 我们常常都有一个臭 幻念 当然这个也不能 幻念快 怪我们过去人 带我们信主的方法 所以我们信和主 都会面对不同的难处 但是忽然当中 我们懂得被 神的爱来抹着 被他塑造 接下来不断被塑造 他说我们要被成为一个 有使命感的人 一起做使命感 门徒必须有使命感 今天你在这里 为什么 为什么要祷告 祷告我们得力之后 我们重新有能力 去回到我们的工作地方 回到职场 回到我们家庭 来继续为主 做广见证 来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就能影响我们的士气 今天我们要 从我们个人里面 转向神 为什么没有使命感呢 因为他都看自己 都需要 过于看神的需要 他们还说 今天来到祷告会 你是不是为了什么东西 要来祷告会呢 因为你有病吗 因为你有需要吗 钱不够用吗 因为家庭问题吗 因为很多事情发生了 无法解决吗 所以祷告了 今天是的 神一听我们祷告 帮助我们个人解决问题 当时神说 不要当当停在 个人的需要上 开始看见别人的需要 看见我怕别人的需要 看见我们周章的需要 看见宗教的需要 看见我们整个城市的需要 把眼光看开一点 看眼一点 这样我们生命就不同意了 就不一样了 我们就开始呢 去关怀我们周边的人 我们就有使命感在里面 你活着又有使命感 对我来说 我牧羊的时候呢 我不当是牧羊爱人堂 我牧羊这个城市的人 这个城市都是我们光线的对象 阿们吗 使命感 所以做了每一件事都有使命感 为什么那个活动 为什么有这种的环境 一定有它的使命感 就把人带到神面前 意思说把人带到神面前来 所以记得这个观念 你要把人带到神面前 透过祷告带到他们前来 为祷告 帮助祷归向神 让他认识耶稣 他生命就不再一样 你活着 如果为着使命而活 你活着就有价值 你活着就有意义 你就没有时间吵架 没有时间跟人闹得不愉快了 没有时间啦 耶稣要回来了 尽管 尽管的去传作 做主的工作 趁到百日 我们都做主公 要来到那 再没有时间做了 弟兄姐妹 我们说以为老的时候 我们都是自封神 不一定 老的时候你想做的 有心无力 你知道吗 老人家为什么 他跑 这样跑吗 因为他老了 身体漏了 他心想做 想快 但是脚不听话 慢 老了 这个逼不得已了 因为有心无力了 这样子我们还年幼的时候呢 把最好给上帝 我对面竟努力 我们年轻人 听好来 把最好的青春给上帝 你不会后悔一生 如果今天你不把最好的给上帝 把你青春给上帝 你就被世界使用你 你不如让神使用你 把最好给上帝 把最好的材杆给上帝用 我们都是非常蒙爱的人 蒙恩的人 我有很多恩赐的人 如果不被神使用 你就被世界使用 更可怜的是你被黑暗前世 被魔鬼使用 我们一定要被神使用 阿们 所以今天每一分每一秒 你一定要珍惜 不要再浪费时间 跟朋友们说 不要浪费时间 时间不多了 没有时间讲是非的 没有时间在彼此的斗争了 没有时间跟他说一些不好的话 多一点做主的工作 去传讲主的福音 多一点光信能 帮助人 多一点经常接触人情 改变帮助人 这是我们的使命 阿们 所以马太福音28章告诉我们 你们要去死 外面做门徒 耶稣命令我们 每一个人要做主的门徒 而且教他们遵守 我所吩咐的 教他们就顺利他们 跟从耶稣的方法 阿们 我们看接下来 门徒是要被装备的 弟兄姐妹 如果门徒没有被装备 没有被培训 他很快就被打死 在教育里面开始很多的装备 有很多议备 如何去分享 如何传会 如何教导 如何讲道 如何去接触人情 如何去应该辅导人 我们都有一些正统的 正规的学习 当然有些有机会到生死 不然的话 在教育里面有MT课程 有在乎课程 有些不同课程 还有请人教我们一些课程 帮助我们被装备 装备神的话语上 弟兄姐妹 最基本的装备 就是认识神 你个人灵命要装备 所以这几天当中 我一直献给大家 你看了读经日诚 你已经做了灵修祷告 这批识提醒我们 要常常做灵修祷告 好让我们跟神光 不会间断 不会割断 又不断持续跟神保持灵界 你会跟神们领受能力 你就能够服侍别人 听好弟兄姐妹 你要服侍做越多越大 你更需要神的能力 如果今天你服侍很多人 做很多事情 没有靠着神的能力 你做不长久的 你很快放弃的 而且你会疲惫 不当生理疲惫 灵力疲惫 而且你会灭亡的 阿们 今天早上 今天晚上 让我们说 我们要被装备 我们刚刚以复我说 第四章第十一节 到第十二节 为什么神把这些人 放在我们身边 把这有恩赐的 有职分的人 放在我们身边 就是帮助我们 装备我们 顺炼我们 to train us to equip us to train us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和他心意的人 以复我说第四章 我们要祷告了 弟兄姐妹 今天要把这个信息 要好好的传递下去 好好我们成为门徒 门徒不是上课 门徒是一面写 一面成长 一面看 一面观察 一面做 你就看到我们怎样成长 我们看 以复所书第 Efficient 4 verse 11 and 12 我们看第四章 第十一节说 他 耶稣基督所吃的有 使徒有 先知有 传福音的有 牧师和教师 为要什么呢 成全圣徒 各进其之 经历基督的身体 这个成全 的言文就是 装备 成修你 Fulfill Equip 帮助你去成全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恩赐 好了我们按照恩赐去服侍别人 成就神给我们的恩赐 所以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神面前多有恩典 很多很多恩赐在我们当中 好被神使用 阿们 如果你在这个音乐方面有恩赐就好被神使用 不要隐藏恩赐埋在地里面去 要不然呢 用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 但是你要被装备 装备不是技巧而已 装备包括你的品格 包括你的性格 包括你的态度 包括你的价值观 我们一定要开始装备我们 弟兄姐妹同样今天教育里面 我们一直教导品格 为什么呢 好让他们懂得一人相处 品格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还是要教 虽然教不到还是要教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一生当中 最重要是你的品格 你一设计品格 你就设计一切 弟兄姐妹 不管你多大的恩赐 多大的恩膏 品格一世纪 就很难再得回来 你的诚信 你这种的真诚 今天神要诅念我们 我们看这几个 我们就祷告 我们要各经其字弟兄姐妹 我们讲团队 我们讲一起佩戴 一起服侍上帝 不要只顾自己 也顾别人的事情 当家卫开始迷失佩戴的时候 披死服侍的时候呢 我告诉每一个人都因此被造就 被鼓励起来 我服侍就会突破 阿们吗 然后呢我们看到呢 我们要忠心 忠心生给我们的 不要那么容易放弃 忠心去教导 那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帮助我们去传递 传授 上帝给我们的给别人 让很多人都被人兴起来 然后呢 共同委身 commitment 弟兄姐妹 没有什么比委身更重要 那没有委身 也就很难突破 我委身 我们就能够看到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付出时间 付出代价 付出你的这种资源 去帮助别人 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起 最后呢 我们看到舍己 共同委身舍己 弟兄姐妹 耶稣教导我们 若有人跟着我 就天天背起他的舍之甲 路加福音第九章二三说 我们要背起谁的舍之甲 你自己舍之甲 有on cross 我不能当你的 你也不能当我的 每一个人舍之甲 都是不一样的 就为耶稣的缘故 可能面对一些的难处 但是是有价值 有意义的 天天背起舍之甲 天天啊 不是一时 不是一天 天天都应付 耶稣的缘故呢 你都愿意 耶稣付出代价 这是舍己 Denie yourself and take a cross and follow me 然后呢 完成教会 弟兄姐妹 今天很重要 一些人错过观念的时候 我信我主 我是要个人生活 个人祷告 个人读经 我不要跟你交流关系 我不要跟人来往 错了 神说透过教会 我们看经文 以佛和书第三章第十节 以佛和书第三章 第十节这样说 我们看 他说呢 我要接着教会 是天上自正的 掌钱的 现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 这是照着神 从往事以前 在我们主耶稣 基督所定的旨意 神记得我们呢 教会 to church 不是透过一个人 透过教会 来成就 他事情 神看着 是教会本身 我不能度来度晚的 我们一定要跟教语 来往 跟教语连接 我们就能够一起 做成他工作 第三章 第二十一节 我们看一下 第三章 二十一节 这样说呢 我们看 当院 他在那里呢 在教会中 不是个人身上 不能某家庭里面 是在教会中呢 并在基督耶稣里面呢 得到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Amen It's the church In church 这个教会 在教会里面 叫他得到荣耀 这个教会 成就他的心意 不是个人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归属 教会 的一分子 结果呢 你目的是要成就 他的这个一乡使命 什么他一乡使命 很简单 就是我们讲诸道文 一年的国降临 一年旨意成就的地上 落同在天上 神对每个教会 都有他的旨意的成就 我们要找到 神对我们旨意的命定 神给我们的职份 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安和旨意成就 这个神给我们的 我们就安和旨意成就 那就是完成 他的使命和异效 他国降临 他旨意成就 他旨意 就是我旨意 他的国 就是我的国 阿们 最近晚上 让我们一起来 预备先来祷告说 我们再重复这个呢 这个使命宣言 来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再看一次 来我们一起读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被塑造 成为有使命感的门徒 被装备各进旗帜 忠心于神所托付的施工 共同伟生十几 来完成教会的使命和异象 我们站起来 再念的最后一诗 我们就来维持 实际祷告 我们愿意来做主的门徒 阿们 我们一起来宣读 1 2 3 我们愿意被塑造 成为有使命感的门徒 被装备各进旗帜 忠心于神所托付的施工 共同伟生十几 来完成教会的使命和异象 当然这个宣言 成为每一天 我们祷告里面 要记得的一个使命 那我们说 这个就是我们做门徒的观念 我们祷告2018年 每一个人都要做神的门徒 做门徒一定要是被塑造 要因为被塑造 这个整个内容都在里面 阿们 在今晚上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求祢帮助我 我一生活着 就是要为耶稣 做美好的见证 路加分第9章23节 告诉我们 如果要跟从我 就背起 他是要天天地跟从他 阿们 所以你要 你也不会这样子的 你只说我要跟从耶稣 做耶稣 要我们做的事情吗 我把双手记起来 我们一起一杯心的祷告 主 哈利路亚 感谢主耶稣 今天晚上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都要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都要做耶稣的门徒 而门徒不是在教会里面 活着 或是外面 在我们生活里面 在我们职场上 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城 角落 每一个我们所在的地方 都活出基督的形象 活出基督的样式 不要再发怨言 不要再 埋怨 不要再 像过去的生活一样 要凡是感恩 凡是赞美 凡是祷告 凡是祈求 我们就必得着 神要我们得着的一切 天父今天来到基督的尾声 我们刚刚有这个美好的时间 一起分享 做门徒的观念 主正式开始 做门徒 从我们每一天生活开始 尾声就在灵修祷告 天天与你清净 我们临你得力 我们就能开始耐听生活 不但是我们个人 生神关系和好 坚干强 稳固 我们跟弟兄 有关系也是如此 爱人不可惜假 主要承认我们的软弱 我们有限 我们坦诚说 我们何等希妖女 给我们力量去爱人 圣灵给我们力量 激励我们去光心人 让我们把爱神 爱人的观念 生生可在我们当中 因为做门徒 应该有的 这个呢 特色 特质 打放我回去 让我们去得着 你让我们得着了 我明白了 一切都是为了宣教 一切都是为了福音 主啊 如果离开了福音 的源头 我们所做的一切 不再有价值 但是今天我们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福音 为了宣教 为了这个传福音 为了使人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 把人带到神面前 得到救援 我们一切所做的 都是有价值的 都是有意义的 就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也是有益处的 都是有价值的事情 你教导我们 我们就必得能力去爱神爱人 我共耶稣 一直因着我们 一直愿意悔改 彼此再求 我们的病就得医治 我们一些软弱都要干强起来 一些气泡 都要富足和富足 就大方我回去 让我们的心情回去 大能力回去 然后感谢你给我们今天 这一天美好的乐视天 感谢耶稣荣耀耶稣 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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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着你的百姓说话 领受这个恩告 领受了能力 领受了恩典 领受了富足 领受了耶稣平安 哈利路亚 因为你给我们的 超过我们的手 就是说想的 领受了恩告 领受到我们当中 公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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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当祂的座位 领受了平安 领受恩典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哈利路亚 听我今天来到面前 感谢你 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一天 每天的晚上 来写进如何 做你的门徒 让我们一生 愿意被塑造 被装备 被残险 去完成 你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 谢谢你 带领我们爱恩典 进入另外一个属灵的境界 更高的一个属灵的境界 就是你同在的境界 愿你帮助我弟兄姐妹 更加爱神 更加爱人 从我们个人的领受生活开始 让我们领受 去听见的声音 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赶紧 我们祷告你 以你生给我们 我们将祷告 来使风告 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掌声给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相信 今天的祷告 神听到了 你的需要 神可以满足你们 我们一天主导 满足结束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正的名为圣 愿人的国降临 愿人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利用的饮食 尽日赐给我们 命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每人的债 不叫我们一间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全命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愿主耶稣的恩惠 上帝慈爱一生的感动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相信 今天晚上我们祷告 已经蒙神垂听 今天我们说 一切都是一种 许业的事情 让我们进入 一个新的一个季节 愿你 领领我们 进入你的风声里面 一切荣耀 归给你 乃是风告 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掌声归给耶稣 耶稣 祝福你们 我们平安上会 佩死我手 我们能说耶稣 祝福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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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